传统年菜 健康风调 食材不变 手法创新 健肥美食 一举两得 在新的年里推荐给大家 熊手做鸡手年菜 祝大家 心想事成健康快乐 FG本人教室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熊手做厨房 我是大熊 我是毛毛 今天要献给大家这道 鸡不可吃 这个鸡是鸡肉的鸡 部 是破腹子的部 其实就是鸡肉炒破腹子 然后加上九层塔 这个味道其实是 非常香土料理的 我们的调味就是这个破腹子 这个是树的种子 但是是经过腌制的 等一下就用它来调味 就不另外加盐了 那我们就来示范这道 鸡不可吃 鸡不可吃 很重要的调味料 九层塔 我们就先把它来 把它切碎 这个其实九层塔 你要切什么形状都可以 就把它切碎就好了 那毛毛在切的时候 我们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 把这个完整的九层塔 已经把它叶子拨起来了 摆盘等一下 炒好的鸡肉 就给它放上去 切九层塔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先把鸡肉给炒熟了 也是一样 减肥的时候这个 用油是越少越好 我们用大概 一茶匙 两茶匙的油就很足够了 好 那我们就先加蒜头 这个蒜头呢 当然是切越碎好 它的整个辣味跟香味 是比较容易展现的 蒜头炒得有一点点 这个焦黄的之后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鸡肉加进来 这个鸡肉也是一样 切小片的越薄越好 这样子比较快熟 那记得九层塔也不要太早加 不然它整个都会烂掉 炒到七八分熟之后呢 把腹部纸加进来 我们今天鸡肉没有很多 所以破布纸也必须要加太多 因为它的咸度是很够的 等到最后 最后要起锅的时候 再来加九层塔 那这个破布纸一般 会在哪里买得到 其实现在的超市都有在卖 好了 已经看起来是快起锅了 我们最后把这个画龙点睛的九层塔 加进来 好 全部加进来 稍微拌炒一下 20秒就好了 这时候火也可以关掉了 我们稍微让它有点温度就可以了 好了 炒好的这个破布纸鸡肉 鸡不可思已经好了 这个正当热的时候 就是真的鸡不可思 就是赶快配一碗白饭 这个非常下饭 过年的年菜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白饭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稍微 用筷子稍微修饰一下 好了 我们的鸡不可思现在就完成咯 鸡肉炒破布纸 然后加上九层塔 这道香土料理鸡不可思已经完成了 因为它蛮香的我想要试吃一下 好 我是要看鸡肉的没有熟 怎么样呢 蛮入味的 那没有加盐 直接用破布纸来带它的咸味 而且搭配上这个很香的九层塔 我们就到鸡不可思 过年记得大家试看看 推荐给大家